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的样式 参考经文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菲利比书三章二十一节 这个月我们一直在关注耶稣平凡的人性这个侧面 重点是要认真对待圣经所说的 耶稣过去是如今也是完全的人 他凡事都与我们一样 只是没有犯罪 和我们一样 耶稣也有过肌肉酸痛和头痛脑热 和我们一样 耶稣也需要食物和睡眠 也有可能会跌倒受伤 和我们一样 当他所爱之人死去时 耶稣也会伤心难过 和我们一样 耶稣也会死亡 故此 耶稣在人性的各个方面都和我们一样 这是个奥秘 但是 还有一件真正奇妙的事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复活的新样式也将与他相似 圣经没有给我们提供太多的线索 但至少有这些 做人就是要有神的形象 但这个形象在我们里面亏缺了他的荣耀 直到耶稣的到来 耶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现在 耶稣作为人 是一个新的创造 他是完美的亚当 最终 我们将要像他一样 我们虽然不是神 但我们会成为人类受造应有的属神的样子 圣经说 这是非常荣耀的事 让我们一起祷告 耶稣 耶稣 我们想爱你所爱的 做你希望我们去做的 因为我们最想要的就是更加像你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欢迎订阅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